大家好,是醉影,今天接着我们的圈黄零尔,欢迎再起家庭们的事况对战结束 这场的比赛来自于小小和肖振泉,看双方进行一个强二的低风之战 小小的话开场选出了鞭子微博,对面则是用K影战 肖振泉的K在平台也是一绝啊,因为爆发力非常非常强 就看肖好今天能不能稳住他,哦,对手一个小圣龙,但是还是被肖好抓到了 肖振泉以为这个小圣龙不会形成一个太大的破绽啊 但是没有想到肖小的这个反应能力是非常之快的,挑选拼片 好,可以向前闪生一下,然后再闪一下,有点懵啊,这个闪的 我们来看下一局吧,被打得昏了头啊 下一局来看肖振泉他的温妮莎 这个温妮莎颜色是非常非常黑啊 哎,微波能稳住他吗,一波闪生破防好的 这一招真的打到了,落地开BC,版面循环一下,这属于打了一个乱动 超必杀之后,小小的鞭子应该也要,哦,跪了,没的办法呀 因为温妮莎在这个版本里面连招非常非常多,只要你操作闲手 下一局的话,我们来看小小的游历 好,游历的话,他是一个对速度很快 但是爆发力也蛮强的 用作主力的话也是很强,哎,进攻 跳过来以后,对手还想登一手,但仍然被打了一个大波 哎,大波周青的点他一下 现在被一脚弹飞之后,温妮莎再次打一个中段伤害,但是并没有中 温妮莎就应该怎么办,温妮莎闪身,突然反过来,登一发隐藏 这一招让人,哇,真的是让人防不胜防啊,这一招啊 突然后射来一个反弹,向前直接冲了一下 这是一个派生气,接着来看小小的猴子 看小小的猴子到底能不能如他,这才是肖神圈第二个角色 看来这局小小十分十分的威胁 啊,猴子一个超比杀直接上了 速度很快哟 猴子才是这02里面最爆表的一个 因为他这个超比杀伤害太高了 再加上他超快的速度,使得高手都在猛烈他 接着杀到了肖神圈最后一个克里斯 哎,哎,猴子空中鞋刺 然后跳在飞翔角 克里斯又试图用一个滑铲对空一下 但是好像并没有那么轻松吧 对,猴子你看这个速度 速度开始爆表起来了 可急起飞 跳在并没有打的一向飞翔角弹一下 然后猴子 哦,猴子一个咄咄逼人的招式直接接抓呀 小小圈圈真的反应不过来了 开BC之后克里斯还是被压回角落 现在试图冲出角落选到下一个破坠 哎呀,几波后抓都没有抓到 看这招对小小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威胁性啊 所以说这一次不易用这招 好,克里斯弹上一包比杀 弹完之后滑铲 好,大的破绽 猴子抓到了一个破绽 跟一发BC接超杀 拜拜了 结束 这种破绽的话 对小小来说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可以轻松带走 现在小小拿下了第一分 我们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肖春泉 这一场能选中什么人啊 好,肖春泉再次随机 随机两个啊 主力一个 来吧 金家翻K 还有夏阿米这局 但是小小的话还是有一个鞭子微谱 现在K是不断的内疚 一波强抓 角落之后 对面的K 火球踢到 好,这样距离出波的话 并很危险 可以说是啊 对手轻松一个大跳就可以跳过来 哎,鞭子去凹上一边 然后跳对皮鞭之后 K仍然抓不到任何好的大破绽 因为小小的防御还是蛮好的 好,华铲 闪神过去也没有抓到一个机会 这一局K有所防备 对这个鞭子套路有点防备啊 跳对皮鞭之后没有跟上招 打点太高 血量不足的K压一个中段伤害 对手影子上直接破了 哦,华铲 血量不多的时候两点 没有连注目啊 最后一下仍然被踢了一脚啊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吧 好,下一局 看雅典娜的 看雅典娜这局怎么玩呢 雅典娜直接厚厚出个波 前冲过来跳一下 回手过来压一个闪 起身 两点三点那么的跟上 华铲漂亮 哎,雅典娜并没有气馁 他选择了一个清拳破招 然后远距离出波签制 但是K的第一段伤害波 就可以将它尾掉 直接将雅典娜打到残血状态 哎,哎,还闪 第一次投机被拆之后 雅典娜又偷了一次顺势 这一次K就没有再拆了了 我们来看下一场 下一场是肖成全的金家帆 金家帆这局怎么玩 哦,闪闪过来 还是一个远距离用波签制 但是这个大跳正好跳到 下盘两点接 隐藏大招 金家帆抓到机会 并没有很好的连上招式啊 可惜了 现在被雅典娜秀了一发暴翼 然后还吸了一下血 血量不多的时候 一脚踢 好,都破防壁杀 让我看空中取消一个飞烟斩 结束 先们来看下一局吧 这局虽然说形成了一个回血之势 但是并没有赢 接着来看小小的小猴子 小猴子跳几周 金家帆直接起飞 哎,敲下来 猴子再打你 压你个起身 压你一下 格际格际没有踢到 金家帆一脚踢飞 旋风腿 落地一脚再踢一下 轻手旋风腿 哎,猴子反身为格际 他仍然被动了一发 半月斩 选风腿 压一下 选风腿压一下 看来徒弟是仍然是干不过师傅啊 哦 就在千军一发之后 突然使出一个 轻手BC 居然中了啊 飞翔脚 金家帆顿时有点黄 刚才那种气势 到哪里去了 他已经不行了 好吧 来看下一局吧 这局猴子赢的也是比较犀利啊 刚才还是被压 突然来一个大反转 接着看笑声圈的夏儿米 这一局笑声圈如果跪了的话 那这一次就二比零结束了 希望他们俩的比分会是一比一吗 哦 偷下盘 猴子飞不起来 夏儿米直接用大招强抓 猴子知道夏儿米的近身能力是非常强 你看直接又一个强抓 角落之后 压电奈 继续抓 猴子其实在角落没有反应过来 压电奈快速的强抓一下 现在比分只逼到一比一 我们来搞下一局 好 第三场是一个巅峰之战啊 看谁能拿下最后一趴 好来吧进行一个选人 笑声圈仍然有一个K这一局 我小小也有一个K啊 双方开起 开始骗起了火系选手 落地火球 好踢一发 前出过来对手还来影子闪神 好机会中了 看比谁滑铲超必杀带入 最后一轰掉血更多 三十年之后小小帽子已经 我生龙取消 再熬比啥 双方都是熬招大神的 落地花蝉踢不到 一波BC踢上去 弹空之后还是被对手偷了一个架盘 抓 哎 啊 大招来吧 漂亮 好结束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是赛斯 赛斯我们称他为一左毛 因为他头上只有一点点头发 非常的可爱 哎 一个滑铲啊 可谓是滑铲怪这个赛斯 因为他的隐藏大招也是一个滑铲动作 非常秀 可以令对手方向错乱 就愿这一次他能不能使出隐藏大招啊 来看小小的莉安娜来了 都是第二个角色 莉安娜我选花着不得贪飞 好 抢一个桌上上后下本来点开 跳起来之后对手是用一个飞翔脚压去 但是莉安娜还是想端一个反射位 距离太远 没有弹到BC 花蝉取消之后再弹一下 好 角落之后压 莉安娜突然暴走 对手的架招没有打中 但是莉安娜也没有抓到这个绝好的机会啊 可惜了 如果抓到这个机会给一发隐藏该多秀啊 哎呀 洛迪华蝉差点被弹 莉安娜还有机会 驾招 莉安娜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 呃 插 其实这个赛斯驾招 在莉安娜的掌握之内 因为这个太明显了 每次都 我们来看下一局吧 下一局 来看七甲胜 上一场是正中莉安娜的下环 这局再次暴走 暴走都突然就点下盘 七甲胜的西甲胜跳踢 第二局形成正继权 血量不多 这是肖顺权的七甲胜 七甲胜这个模式七甲胜也是蛮狠的 我们来看下猴子 这已经是第五局了 看七甲胜能不能稳住猴子 这都不好说呀 因为猴子的话真的很强 下半两点开超杀直接中了 杀到对手70%的血将近 来看猴子继续压一个起前七甲胜 极了 想战壁抓上一下 托马斯对空 托马斯再来一下 选择了拳脚式的一个魔血 因为他知道跟猴子硬高的话 很难捉到他 只能一拳一拳的用重攻击 打暗不掉 哇 这个逆向没有开起来 BC非常可惜 七甲胜一路追逐 下车对空 托马斯 猴子继续搁击搁击穿刺 血量不断的时候 七甲胜一拳 对了过去 双方同跪与记 那我们只好再来一局了 这局七甲胜真的有点皮啊 猴子也是直接暴起 开隐藏 七甲胜暴起 没有来得及出大招就完蛋了 大家来不关注啊 每天更新鸡嘴段视频